在一个下午 61岁的刘伯像往常一样 与家人们享受着宁静的午后时光 然而 刘伯突然倒在了地上 鼻子里开始流血 并且失去了意识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刘伯的儿子迅速取出一粒家中 存放的安公牛黄丸 放入刘伯的口中 同时拨打了急救电话 经过医生的抢救 刘伯最终睁开了眼睛 但是另一个城市的张奶奶 就没那么幸运了 张奶奶平时就身体虚弱 在一个早晨更是直接晕在地上 她的女儿也为她吃了一粒安公牛黄丸 可谁知这粒药丸吃下去之后 张奶奶突然面色潮红 鼻子里更是开始渗出血液 最后还留下了后遗症 可为什么两个同样晕倒的人 吃安公牛黄丸 结果却不一样呢 一 安公牛黄丸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安公牛黄丸 这一源自古代的秘方 在千百年的时间里 一直被誉为是中医宝库中的瑰宝 它的名字虽然普通 但每一粒小小的药丸中都 蕴藏着深厚的医学智慧 和丰富的药用价值 在这背后 是无数中医大家的智慧结晶和实践验证 安公牛黄丸融合了牛黄 珍珠 冰片 大黄等多种成分 每种都展现出 其独特的药理特性 共同铸就了这一药方的卓越药效 牛黄通常被赋予清热解毒的功效 珍珠常于养颜 安神 明目的效用相联系 冰片以其清热 解毒 凉血 通俏的特性被广泛应用 而大黄 则因其通便泄火的特性 而被纳入多种方济之中 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 安公牛黄丸被用于治疗各种 由热引起的疾病 如高热 昏迷 中风 癫痫等 它通过其独特的药理组合 达到清热解毒 凉血通俏的效果 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在历史的长河中 安公牛黄丸 曾多次展现其神奇的效用 从古代皇室的御用良药 到现代医学的紧急救治手段 它始终以其独特的药理效果 在中医领域里 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而在现代医学的实践中 安公牛黄丸也常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在许多紧急 危重的病症中 它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 发挥出惊人的效用 正因如此 安公牛黄丸的价格在近年一涨再涨 如今已经是去到了980元一粒 但是是要三分毒 这种神药吃错了可是会伤身体的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不能吃 你知道吗 二 安公牛黄丸的作用 你知道吗 近日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组织了40多位专家 编写了 安公牛黄丸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该共识的编写与发布 旨在最大化地提升安公牛黄丸 在临床上的规范化 合理化应用 造福更多患者 安公牛黄丸治疗的病种 涉及神经、重症、感染等多个领域 在中 习医科室都有较广泛的应用 安公牛黄丸 这一古老而神奇的中医配方 已在多个临床案例中 展现出了其显著的治疗效果 而在现代医学的实践中 我们也能够观察到 其在治疗一系列疾病 特别是那些与内热 有关的疾病时的显著疗效 在西医的药理学中 药物的效用通常与其成分的生物活性 及其在体内的药动学和药效学特性密切相关 安公牛黄丸的主要成分 包括牛黄、冰片、大黄等 每一种成分都拥有其独特的药理活性和作用 牛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中药材料 主要成分是胆固醇、胆脂酸、胆红素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它们在人体内展现出一种协同且复杂的药理效应 一、胆固醇 胆固醇不仅构成了细胞膜的基本框架 而且深入参与到多种激素的合成过程中 包括糖皮质激素和全固酮等 这些激素在安公牛黄丸中主要发挥抗炎和抗硬剂的药效 二、胆脂酸 通过微妙调控肠道中的菌群结构 可能与安公牛黄丸的清热解毒药理作用产生关联 三、胆红素 以其显著的抗氧化特性 实现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的作用 以此来维护细胞的正常功能 这些成分在体内通过多种途径 例如抑制炎症反应 减轻氧化应激 促进毒素排泄等 共同构成了安公牛黄丸显著的清热解毒效果 再如大黄 其主要有效成分包括大黄酚、大黄素、大黄醇等恩坤类化合物 这些成分具有刺激肠道蠕动的作用 能够加速肠内容物的传输 从而起到通便的效果 而冰片的主要成分龙脑 则可以通过影响神经传导 和痛觉感受来减轻疼痛感 并且还能够抑制炎症介质 如白借素的生成和释放 在安公牛黄丸的配方中 这些成分在体内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和生理效应 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药理效用 例如 在治疗高热、昏迷等疾病时 牛黄中的胆红素 可能通过其抗氧化作用 减轻氧化应激对神经细胞的损伤 保护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大黄的卸下作用 能够帮助体内的热毒通过肠道排出 而冰片的阵痛和抗氧作用则能够减轻病造部位的炎症反应和痛觉刺激 以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在这一过程中 可以看到的是 虽然安公牛黄丸源自古老的中医学说 但其在现代医学实践中的应用 却能够与西医的药理学理论相契合 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模式 为当代医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开启了探讨传统中药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新路径 三 在这些情况下 安公牛黄丸不能吃 正如我们在影片前面所探讨的 安公牛黄丸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 展现出了显著的疗效 其背后的药理机制涵盖了多种生物化学反应和生理效应 然而任何药物的应用都需遵循适度原则 过量或不当的使用均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 在临床实践中 安公牛黄丸因其清热解毒 凉血通壳的特性 通常不适用于体质虚弱的患者 安公牛黄丸中的大黄 以其显著的卸下作用而闻名 通过恩坤类化合物 刺激肠道蠕动的特性来加速肠内容物的传输 实现通便的效果 然而 这种过度的肠道刺激可能导致脱水和电解质失衡 尤其在体质虚弱的患者中 可能进一步降低血压 影响心脏的正常功能 其次 冰片中的龙脑虽然具有一定的阵痛、抗炎、抗菌作用 但过量使用或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可能对肝脏功能产生不良影响 在西医的视角下 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 龙脑在肝脏中的代谢可能产生一些中间代谢物 其中最主要的是龙脑酮 这种物质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对肝脏细胞产生毒性作用 而安公牛黄丸的清热解毒作用 在西医中可以理解为一种抗炎、抗氧化的效果 这种作用在某些疾病状态 例如慢性炎症或自身免疫性疾病中 过度的抗炎作用可能抑制正常的免疫反应 影响机体的正常防御机制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药物的安全使用不仅要考虑到其疗效 更要充分了解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并在实际的应用中做到个体化的用药 充分考虑到患者的体质、病情 和其他相关因素 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总而言之 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 服用任何药物进行治疗疾病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切勿自行胡乱用药 以免带来严重后果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